所以我在這裡 我用一個公案給各位聽 是真實的故事 各位聽到這個一定要記得說 習氣一定要斷 禮一定要勝義 今天一起聽了大家會覺得 因為剛好是下午 天氣比較熱可能會有點想 就是昏昏的純純的樣子 但是精神一定要提起來 福不能底下 富貴誰盜蘭 我最近有一個地方 我們這個地方上的一個人物很有錢 有錢到各位沒辦法去想像的 我去年大概是年中 我在跟我們的長官 因為我們長官是新道 我是富的 他是正的 我們的長官一起去拜訪他 因為他是我們地方上的人物 而且對我們分級也付出很多 我們分級的這個民間公益的組織 他是我們民間公益組織的主管 他的隊長 他住哪裡我就不要講了 住在我們這個附近 很漂亮 他家是拓天處的 一到六樓 五樓到六樓 電梯的 兩邊 電梯在這邊 這整排都是他的房子 一層都是三四十坪的房子 一直到六樓都是他家的 一進去我就被這個房子有一點是震懾到說 一戶座這麼大 五六層內 那黑色的那個賓宿車 600的 很漂亮 然後到他家客廳 兩組沙發 大到不行 比我們這個獎囊還大 在中間都獎座這麼大 他太太也很年輕 來來 吃水果 吃水果 我跟我們老闆去吃水果 我們老闆一直跟他講話 我一直在那邊思考 這個人過去修什麼福報 怎麼這麼大的福報 我走到他的家陽台 門一打開 前面都沒有人擋住 因為台北市寸土寸金 這奇怪 他家的家就前面沒有大樓把他擋住 左邊右邊都是大樓十幾層 就他家前面沒有大樓 他也有這個福報 可以整個俯瞰台北市的夜景 俯瞰整個台北市的機動火 台北市有機動火跟淡水火 他福感 機動火比淡水火還漂亮 因為機動火旁邊都是公園 草坪 很漂亮 我站在那邊看整個這個夜景 跟這整個河景 我說 真是的 是人間天堂 過了天堂生活 我只問一句話 我說 究竟是什麼福報 我就講這個樣子 我們學福人就是有 我們看到這些 我們不會迷 我們不會執著 我們不會羨慕 我們也不會說 我們心動了 沒有 我們會去思考他為什麼這個福報 但是各位知道 火頭在四十套章經裡面講的 富貴學到難了 後來就是有一天我們在一個大餐廳集會 那個公寓職的職管交接 換另外一個企業老闆來接這個位置 他匆匆忙忙的穿著我們那個公寓職的制服離開 我看他臉嚇得就像落荒凹凹那種感覺 我說我在那邊有點 因為我吃飯後來遲到 我就看到他 我就 欸 怎麼那麼緊張啊 匆匆忙忙交接就走了 我就問我旁邊一個同事說 他是什麼回事 怎麼把這個公寓職的職管交出來 他說 你不知道啊 我說我不知道 癌症啊 我說什麼癌 肝癌啊 我說不對啊 我去年到他接的時候 他才跟我講到苗栗去斷食療法 我問他 這斷食療法一天多少 一次多少錢 他說六千塊台幣 我說 怎麼這麼高級的斷食療法 你們知道什麼叫斷食療法嗎 三天都不吃飯 七天都不吃飯 好像我們是打佛基他們是斷食啊 七天通通不吃飯 就是全身都讓食物全部排毒素排光 然後到最後一天呢 那個醫療單位 那個不是醫療單位 就是那個斷食療法的主辦單位 再給他喝幾種那個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健康的什麼食品啊 可以幫忙他排毒啊 我還問他 我說斷食療法有用嗎 他說不錯 回來喔 這個精神特別好 又特別能吃 他最近才跟他太到新疆去 到蒙古去 完蛋回來不行了 為什麼 太累了 肝癌又復發 就是因為肝癌復發 擴散了 我才問我同事說 第幾期的 他說第三期 我心裡只有說第三期沒救了 結果我昨天看到我們那個報告簽出來 同事簽出報告 他要公祭 我說啊 死掉了 怎麼那麼快 死掉了 中間不到一年 中間不到一年 給我很大的震撼耶 所以各位 你說聽到這個故事 你也不要醒過來嗎 當然要醒過來啊 一心修道啊 佛陀跟我講 連受賢禁啊 無可奈何啊 而且他那次交集的時候 我們同仁在跟我講啊 他說你知道嗎 他最近他一個土地 一個開花案 賺了15億台幣呢 我怎麼那麼有錢啊 好啦 聽這個消息不到一個月再見了 如果那15億賺到 馬上捨出去 捨個一億辦一個很大的利人的世界 比如說老法師跟 輝友們現在支持 強帝馬法師在斯里蘭卡 要蓋一個容許國際佛教大學 那值得一億啊 培養全世界的洪化人才 但是富貴學倒然 知道嗎 這個錢啊 有這個錢就沒這個命啊 有這個命就沒那個錢啊 我跟你講 剛才講排毒 什麼樣罪排毒 學佛罪排毒啊 然後法師講沒有妄想是罪排毒的啊 沒有貪生吃慢禮 沒有煽毒就可以排毒了啦 你吃什麼排毒餐 你沒有貪生吃就是吃排毒餐的啦 營養就特別好啦 所以這個故事讓我看到一切都化為烏有 一切無常變化 我就練一段佛說無常經給各位聽 來跟各位分享 生者皆歸時 榮眼盡便衰 強力病所欽 無能免失者 假使妙高山 潔淨皆壞善 大海深無底 亦復皆枯竭 大地及日夜 食至皆歸淨 未稱有一次不被無常吞 各位這一段有機會把他背起來 把他背起來 我把他簡單解釋一下 佛說佛陀跟我們講 凡生必有死 所以以前有個印度一個老菩薩 他兒子死掉 哭得不得了去見佛陀 佛陀說你到東西南北城去幫我找 哪一個沒有祖父死掉的 沒有爸爸死掉的 沒有媽媽死掉的 沒有小子死掉 我才告訴你不要死 就跟老婆婆去找了半天 回來跟佛陀講說 我找了一家 不是阿公往生就是兒子死 佛陀說 對呀 生者必歸時 必歸時 容遠近變衰 再漂亮 最後還是一樣變衰 你只要病苦來 強力病所欽 無能免失者 假使妙高山 潔淨皆壞善 像大海那麼深 也會枯竭啊 大地日夜那麼高 也終歸會盡啊 未曾有一事 不必無常吞啊